不太受得了 還沒有受不了 不太受得了 你看他用詞多隱切 我有感受到說 比如以昨天為例 某一個縣市政府的一個捷運 我們就認為他的協議架構有多問題 協議架構是流行形式 協議架構根本第一階段 還沒有進入徵收以前的協議架構 好像就沒有照顧到某些權益 我們就希望他再改進 結果地方政府就講說 到十一月中期以後再公告 根本來不及 今年就來不及了 明年要重來 那是地方的事情 至少昨天就回去了 在一個禮拜裡面 叫大家重新協議架構 請問一下各位的容不容易 不容易 但是我告訴各位 昨天的地方政府 兩個局長馬上答應 至少我們縣市政府是有責任 也有能力做得到 只是很痛苦而已 但是各位 剛剛不知道誰在外面跟我講說 我現在臉色快黑 然後眼睛紅紅 然後眼睛夾身 剛剛不知道誰說 兩個人跟我講 我告訴各位 我這個禮拜一禮拜二 都葬送在桃衛的航空城 兩天都在那邊聽 我看到七八十歲的哭給我看 我看到一個 我看到一個禮長 村長在那邊 我認為是作秀 因為我是站在第三者 我站在祖堅橋 召集人到航空城的計畫 所以我們看到人民的聲音以後 我真的感深感激很多 那一到昨天內政部 我們的小組 我們又做了這些 因為大家就幾乎有共識 那幾乎有共識 好像又涉及到影響到整個公共現設的進度 但是我們為什麼不能提早來防範 為什麼不能去注意到人民權利的保障 這樣不是大家都好 還有我們有一個心態 越有人反對 我們應該要越傾聽他的聲音 絕對不會因為你是反對 我就把你當作我的敵人 那是錯誤的 我昨天私底下跟那個 兵徒那個年輕人在講 講了半天 他說以前的那個高公級的局長 說有答應他 因為我不在場 但是我知道他們可能會誤會 所以講話有時候就很重要 他昨天叫我說一定要反應 我說我一定會跟你反應 我答應你 他可能以後跟我錄案 你知道嗎 好不然我就大失誤 他說你姓什麼名字 我說我叫反應你 我只生名片沒給他而已 我說我接著跟你反應 但是記得 你這個是已經發生的事情 我沒有能力幫你解決 但是我可以讓你這個事情 以後不再發生 我就沒有答應他了 因為我很怕他以後拿我的話去打 我也會怕 但是我還是要處理 因為不處理他 下一次又要來鬧 好嗎 所以整個個案都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才拿出一個最大的誠意 應該來接受徐世榮教授 徐世榮老師 他為什麼一個溫如癢 比我還平和 比我還和愛可親 怎麼會突然變一個人 我認識他二十幾年 電視上我看到了 然後我們就提醒他要開始鍛鍊身體 警察把他架走的時候 他會手去撈到 腳去抓到 不是講真的 所以很苦 但是有時候我們又被實事所逼 然後剛剛有拿看到一個報紙說 台會航工程說 政策上一定要過 我們現在有一點政策 綁架經濟 綁架徵收 綁架某些東西 但要不要過 所以結論 我根本就強力認為說 以後公聽位 縣市長根本要到場 你怎麼會丟給那個局處長幹什麼 還有勒 地震局處長 以後要升成副縣長或副市長 要不要怎麼幫你解決問題 我昨天看到兩個局長 一個地震局長 一個公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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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局長 城鄉 城鄉 不是不是 好像他沒有跟我講城鄉 我就感覺並不是桃源的案 我就感覺他們兩個的意見都不太一樣 一個推給地下評議委員會 一個推給他說 你自己去估價 曲中文 但是不是他啦 不是他啦 昨天那個個案不是他 所以今天到現場 因為我們發給二十個縣市 照理講局處長到 我就覺得 副局長 副處長 局長 處長到 我個人的感受 總共這個縣市 他至少關心了你們的權益 但是沒有來了 不表示他不好 可能是我們太急促的通知 一下子趕不來 一下子公務還忙 但是我告訴各位 我們在明年單位 我還不是這兩天帳送掉 根本沒上班 昨天呢 又開會 下午又一個演講 然後今天早上又學校有課 所以我這個禮拜到現在為止 進辦公室不會超過兩小時 睡覺差不多一天才睡覺四五個小時 我們為什麼 我認為人家的權利財產要保障 我們算這個算不了什麼 所以我希望大家今天來 第一個把時間給徐老師 第二個請聽他的聲音 第三個不算挑戰 我們想麻煩你講 你如果是縣長和市長的行為 你要怎麼做 你如果是地震機關的時候 你會怎麼做 讓大家找出一個平衡點 讓大家防患未然 讓人民的權力達到最大的保障 還有最重要的 這是一個最後最不得已的手段 不能一天到晚才公共利益 還能幫助縣市多少建設 多少經費 這句話只能隱藏在心中 你聽不懂 你不能投課壞掉 必要性不談 正當性不談 合理性不談 不可取代性不談 最後的手段不談 那其他手段有沒有辦法取代它 也不談 不好嘛 你讓人民沒有感同身受 所以我們是將心比心 這一次台北市縣表現得對好 討厭也不錯 局長都到了 其他縣市也不錯 都不錯 今天我就要看哪一個縣市沒有人來 我一定要看 我一定要到中央去報告 一定跟部長報告 所以連這個活動 連縣市都沒有來 你認為離不離譜 不要把他當敵人嘛 即使是敵人也要聽聽敵人要做什麼 你才能夠反制嘛 當然我是尊重 反制很難聽 休老師 我們共同為了整個國家的建設 跟人民的權益 找出一個平衡點才是今天的重點 就容我引言到這裡 那是不是一類 這一次除了我們雜誌社主辦以外 還有議員所跟改革紀念館 那林老師是所長 所以林老師 你要不要講幾句話 好 我們來鼓勵一下 支持鼓勵一下老師 謝謝 謝謝 東urs